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近八十的他依然披甲划帅 丰富一线 给了所有哇哈哈人复工复产 夜市飘红的信心和决心 他说 认真做好一件事就是最简单的 也是最难的 我们的信念从未动摇 就是一心一意的做产品 搞实业 一心一意为中国老百姓提供最实惠的必需品 这是我们不便的追求 我的父亲 他是一个自力坚强的人 历经图治 艰苦奋斗 勇于开拓 自强不息 这十六个字的企业精神 是他最好的写照 他是我们前行路上的榜样 每天早上七点多就到单位 去参加分水讨论时 因为升起的原因 他做伦理 大达会场门口 却眼强忍着疼痛 迈着坚定扎实的脚步 走进会场 和经销商朋友们和销售战士 规划复属新的一年的销售策略 病情严重的这段时间 他仍然在病房服案省西 各类情势 报告 始终电子企业运行状况 在他最后的时光里 他一直坚持工作 他说 我这个人也没什么大的爱好 每天就是工作 根本没机会出去花钱 但是我身后 有两万座的员工 有五十个家庭 我要维护他们的利益 我的父亲是一个善良 充满大爱的人 他经常说 我的人生目标很简单 就是踏踏实实办企业办公 让员工安心工作 舒畅生活 为国家多创造利润 为民族富桥 尽年博之力 为实现中国梦 尽一份责任 他是我们千金路上的榜样和引路人 在《企业创业之书》 他就开始走上了实现工艺道路 他在旧集旧成的同时 走产业振兴的造学时共赴之路 到欠发达地区投资建厂 培养当地的造学功能 让当地老百姓通过辛勤劳动 真正的长久的富裕起来 这些年 他积极投身 各类社会公益时也 助血 助孤 助老 助残 并支援各类自然灾害 公共危机 持续24年的春风行动 自2009年到现在 累计为公共誓言 捐赠超7.5亿元 我至今记得 在2008年 抗争就在节目现场 他热泪滔沱 几度哽咽 在新冠疫情期间 会把物质记忆时间送出去 含那熬红的双眼 我一直记得他的教诲 慈善是一项长期的事业 应该让慈善精神 永远地传承下去 慈善不分老幼 应该会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 现在 城市里的年轻人 很多都是在优越条件下成长起来的 体会不到社会上的艰难和恨物 因此 我们有责任引导下一代更多关心社会的苦击 为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 华哈拉是父亲毕生的心血 他称说 我们之所以选择成为企业家 并非来自我们的本能 也并非我们真正的性格使难 我们是在一个找不到出路的年代里 使劲了再为自己找一条出路 在父亲的手上 我和他已经成功了 找一条真正生存的路 而这条路对我而言 是是始至至于完成父亲的遗志 不复肩上众人与希望的增参路 曾经 他的肩膀是我看世界的瞭望台 如今 我的双手将会成为他叙事饮料传奇的笔根者 我会接好父亲寄出的接力棒 听党话 跟党走 始终把热情欲吸引 坚持纪念与理想 将品牌和企业传承下去 坚持实业抱过 把这条宽灯路走宽 走广 走出特色 父亲生病期间 中央有关领导 有关国家部委和省市区各地领导非常关心 会亲自前往医院探视 为各种平日进行慰问 并协调医院给予最好的治疗 各级统战部工商联 作为娘家人和杭州市上乘区委区政府 前唐区委区政府 对我的父亲的后世 做了大量的帮助和协调工作 再次我代表全家 代表娃娃集团 再次向所有关心支持我父亲的领导 我父亲的身前好友 同事表示最真挚的感谢 感谢